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衣柜台APP让非透过金融机构扣缴电费的一般住家、小商店、小型工厂 可以透过APP及时查询缴付电费 现在更启用搬家结算电费功能 有房屋买卖、租赁等情形 可利用APP操表结算及时完成缴费 就来看以下的影片说明 皇上要豪飞千功传下去 真是累死本宫了 千功搬家还要超表去缴费呀 不用哦 现在一般住家、小商店租屋或买卖房屋 只要利用台电衣柜台APP 滑滑手机就可以完成搬家电费结算 进入台电衣柜台APP 选择账务服务 搬家结算电费 输入电号、扑名 很厉害会读电表的直接输入指数 或选择拨动指针输入 看你家是指针型还是数字型电表 把图像上的指针拨到跟实际电表相同的位置 APP就会判读指数 对啦 好棒棒 这里有超表家学可以看哦 输入指数后 系统自动计算电费 点选立即缴费就可以线上刷卡或吸条码到超商缴费完成电费结算 或选择上传电表照片请台电派人抄表 在台电判读计算后透过APP推播通知缴费 请用APP的时候你可不要把推播功能给关掉 除了搬家结算电费 预期的电费 申请用电的线路补助费 都可以利用台电衣柜台APP快速完成缴费 那本宫问你AMI电表跟电子式电表呢 你好像没有说到哦 AMI电表当画面跳到代号09 下方的五位数就是电表指数 输入指数直接缴费 如果是电子式电表就只能选择派人抄表 台电人员抄表计算后在APP推播通知缴费 有台电衣柜台搬家结算电费 不用跑台电咯 我要赶快来告诉皇上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